早 今天大包小包的要去哪邊? 挖洞 好,走囉,出發囉 早上 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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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到花蓮,這裡是回蘭灣,很漂亮的回蘭灣 你看那邊是海岸山脈,那邊是花蓮西區那一口 我們之前有一次來騎蘇花馬,那次是跟著馬街的船架路線 那時候有說馬街有來到花蓮,然後來到這邊船架 那他當初應該就是在花蓮區出來口旁邊那邊跟蘭 因為以前清朝的時候船是從那麼少 後來日治時期才改到這一帶,就是回蘭灣這一帶 那後來船都比較大,就停在外海,然後用小船借過上去 那其實這樣很危險,因為像東北季風的時候 其實那個風乾,其實這樣很危險 那後來他就在上面這邊建港,就是我們現在的花蓮港 就是現在花蓮港,然後這邊建港,後來船都從那邊進去 那這邊我們現在看起來這個回蘭灣就變成很漂亮的自行車道 那我們這次的路線啊,我們這次要走的是走環海岸山脈 因為那個,我們這次想要來花蓮騎車 我就問Toby說,你想要來花蓮騎哪邊 他跟我說想要騎環海岸山脈 我想說奇怪,以前我們不是騎過了嗎 為什麼還想要再來騎? 讓Toby來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啊,花蓮的每一條路線都很棒 那這一次選環海岸山脈是因為 因為以前拍的影片啊 技術也不好,器材也不好 是是是,我要檢討 所以我們就利用這次的機會update這樣子 ok ok,好,這個理由非常充分 好,那我們這次環海岸山脈呢 我想是這樣子,因為縱谷有火車 那我們像上次這樣全程都騎 我們縱谷這邊利用火車跳停 然後節省一些時間 然後我想要去造訪一條 算是秘境吧 很棒的路線 我們沒有騎過就是秘境 對,我們沒有騎過 那至於是哪一條呢 那大家就跟著我們走 騎了就知道 ok,好,走了 好 海岸山脈位於台灣最東側 是五大山脈之一 北起花蓮溪口 南起北南溪口 被繡谷溪切穿而分成南北兩段 縱長約175公里 圍繞海岸山脈的主要交通洞線 在海岸側有台11線 縱谷側則有193線道、台9線、197線道及台東線鐵路 而山脈間另有多條道路橫貫 道路系統完整 因此很適合以單車深度旅行的方式 前來探索海岸山脈的山林及人文風采 我們這次除了要以逆時針方向環海岸山脈一周 也要前往一條從未去過的路徑造訪 一切都準備好了 出發吧 出發的路程 早進去出發的路程 喔 這一段感覺很棒齁 對啊 很舒服 我本來以為會很熱 本來以為會很熱就還好 而且還蠻涼的 看起來是有點要下雨 但是涼涼的很舒服 沒車 沒人 獨享 喔 都在夏天嘛 來拍照拍照 幫我拍個照 來 我覺得這種也是他們這種族人 凝聚的一個季節 對 很難 不然都越來越閃掉 對啊對啊 OK 我們繼續吧 剛剛在中心 還有泰巴郎 都有遇到看到他們那個 楓年紀很棒齁 在現場聽他們唱歌 那個真的是很震撼 對 那阿美族這都阿美族 阿美族他們 我知道他們楓年其實各部落 都有自己的日期 不過現在好像就 就會挪在比較接近的時間 然後一個部落一個部落一直 去看下去 對對對 大概在夏天 那我們這次才剛好遇到 有路過可以剛好順便看一下 當然要尊重部落的一些 那個規矩 對對對 好 OK 下大雨了 下涼了 哇 本來想說 本來想說這一段路會太熱 結果呢 有風很涼 下雨更涼 等到 很涼到後有點冷 所以要穿雨 沒有啦 前面這一段下過穿起來也比較好 OK 小心喔 這邊比較 比較滑齁 好 再次火候 坐在那裡 請坐在那裡 任何一個水分 多下雨 落下雨 坐在那裡 大雨 快噠 bijvoorbeeld 現在 走在那裡 特兒 下雨 夜 東西 эп 廉 進去 你有沒有覺得好扯喔 剛剛下大雨然後這邊又是出大太陽 對齁 大到不穿雨衣都不舒服 是啊這個夏天天氣就這樣子 午後正雨還好沒有打雷啦 那下一下也比較涼 對路上沒有比較涼可是身體變涼了 好我們快到這裡睡了 那邊就是五賀台地 五賀高台 那繞過去之後就可以到雨嶺了 OK 好這個前面這邊挺像 前面這裡這裡 這裡有沒有一點印象 好像有耶 齁 我跟你說齁 這裡是那個松浦天堂路 後來叫松浦天堂路 它其實是一條很漂亮的道尖的道路 然後啊 那個之前玉嶺這邊不是一個很嚴重的地震有沒有 對 它震了完之後呢 這邊的那個地勢改變了 喔 改變那個水鎮的水就變沒辦法去灌溉 喔 所以後來這個 這好像是龍野會吧 對他們有給經費 然後把這邊再整個再重整 所以這個路底下應該就有水鎮了 喔 當然以前是比較漂亮啦 以前是道尖的很漂亮 對對對 那這種可能沒有辦法 因為你如果沒有這樣重弄的話 這邊倒點怎麼就爆笑了 對 所以這個 我覺得我們可以用那個照片填回來對照 我們之前有拍過嘛 對 用照片來對照就知道了 嗯 小黑文很多 地震也很多 哈哈 這邊農民確實有這個 辛苦啦 對對對 好 報酬 這個也是193終點 193喔 他起頭在新塵 對 然後終點 終點在這邊 這邊接過去獄裡大橋就可以到獄裡了 193是臺灣全長的線道 最長的線道 全長大約111公里 好像是110.9的樣子 那剛好沿著海岸山脈旁邊 可以從行程一直來到日領 那因為今天車雨人多 那也就是下雨 我們趕快到民宿去 OK走吧 好 嗨 我們騎完193線道來到玉里了 雨也快停了 待會準備進到民宿 193線道沿途沒有太多的大景點 有啦就是因為它從新城出來嘛 它其實有七星南 有我們剛剛經過的回南灣 進到海岸山脈之後呢 比較大景點大概就是大龍大骨 但是我還蠻推薦你注意一下 193線道沿途有蠻多的阿美族部落 看一下 我們今天運氣很好 遇到剛好他們的封年季 遇到很多封年季 對 然後剛好都結束 OKOK 時間沒有算準 不過今天其實騎起來非常舒服 193線道 因為海岸山脈很涼 雖然遇到下雨 但是還是騎得很舒服 去 好 那我們再來就進民宿休息 準備明天 遇離 我們明天會跳點 跳到路遠 那要騎什麼路線 我們明天再說 OK 這是新的民宿 是 對 那老闆娘說 現在還沒有洗衣機 但未來會有 洗衣機脫水草會有啦 所以 我覺得這裡不錯耶 對啊 很棒很棒 新的嘛 是 而且很素雅 最重要它就在 玉璃圓環的後面 對 就在旁邊而已 非常方便 OK 好 好 早 早 早 後面是玉環 對啊 我們 昨年的民宿就在旁邊而已 對對對 好 那今天我們要去火車站 對 搭 涼鐵 嗯 跳點到路遠 好 要去探一條很棒的路線 嗯 以前沒騎過的 對對對 好 我們出發了 好 OK 喔 哇 是 沒有 有 無 我們已經搭上涼鐵,從玉璃到往庫園 玉璃啊,再來的庫園,關山市上庫園 其實都是中國那個,就是慘道指的地方 所以呢,在季節隊的時候這邊,黃金道廟大 但是今天,現在,因為現在是8月 然後道指港很多種 其實這樣綠油油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所以呢,如果有機會走這邊,當然就是可以去那邊 那再從池上直到台東 它那個,沿著山邊有一條,那個慘道路叫做197道路 197線道,它就是位於台東線 跟那個193一樣,就是沿著那個南山道路 但是呢,這條路線比較麻煩 我覺得它有,中間有14公里,177道路 所以,對,確實 那騎腳踏車就很好奇 我曾經騎過在這,很大好奇 啊,這新移植的地方,哪有住啊? 哪有住國有啊? 嗯,它那邊,因為剛好都是二地地區 對 那個,台湾三百人,南邊那兩個都二地地區 對 然後,地質可能比較不好吧 這騎一,騎二,聽說也是為了環境的民俗 所以就不付國有 對,那到底是不是這樣,我也不曉得 對,那你進不上那一段 那就是每途都會了 所以我也沒去過 對對對 對 可能那個帶你騎,我會被你罵 是啊 對啊 其實你騎回來,你有告訴我 對對 所以,我也一直沒去過 是啊 對 那後來路過,就不用 後來路出去,看到有人騎啦 可是,呃 如果說你輪胎很夠寬,這還好 因為碎石嘛 碎石你輪胎太騎,它會騎下去 對 反正就是,它有時候呢 如果是碎石新鋪,那個碎石比較厚 那真的會,會騎下去 對啊 好,除非說它 久而久之,碎石變少了,比較破開了 新鋪的碎石密度不夠 所以,單車不好騎啦 碎石,我們輪胎,車輪騎過去沒有關係 對啊 你如果是腳踏車的話 因為輪胎沒有快 對啊 對啊 其實壓一拍 很難 它等於就陷在裡面 有一點類似像 紗地上面就走 真的沒辦法騎 我剛剛忘記講說 這個 這一條路線上面沿途的公路 除了那個道路之外 而且還有像 達南遊客中心 還有 略遠高台上面 像 夏天 會有熱氣球 熱氣球 會有熱氣球 對 二層冰水橋 對 就是陸越性 真的都很棒 那 因為之前我們都騎過了 所以呢 今天就用挑戰了 好 就是像 前面講 我們要去看一條 很特別的路線 OK 好 好 我們剛剛在陸野吃過早餐了 對 然後前方就是海岸山脈 我們待會過橋過去 過邊南溪過去 就要開始爬坡了 好 那邊會走一條東二十山 他以前山上是有踩銅礦的地方 所以有個名稱叫做銅礦越嶺道路 過去可以到太原 太原 過去可以到太原 然後接東河 OK 我們就出發囉 好 銅礦越嶺道 銅礦越嶺道位於海岸山脈南側 日治時期有日本人到此開採銅礦 因此有銅礦的地名 後來到此開墾住戶 乘達上百戶 因產業沒落 人口嚴重外流 現在積無人焉 這條產業道路以前因路況不佳 一直沒有安排造訪 不過近期台東縣政府 已將這條路線修整完成 路況已佳 並命名為梅香越嶺景觀南道 是一條在地車友推薦的秘境 因此我們特地安排前來探索 完整的越嶺路線由沿平湘 軟山村出發 會沿著東四十、東二十三之一、東二十三等數條產業道路前進 最後在太原銜接台二十三 完成越嶺後可由台十一往北前往成功 你看 崇礦燈線 是 這一條路啊 是 我不是說它叫做 它有個名字叫做銅礦月嶺道路 其實在早年在山上面是有採銅礦的 然後這個銅礦 但是它這個銅礦的意思呢 是指著 這裡面有一個聚落 是叫銅礦 銅礦春 是嗎 它那個門牌上面就寫銅礦 就是我們開一些門牌它沒有路 它就說什麼鄉啊什麼地方 然後比較好這樣 好特別喔 所以就有一個地方叫銅礦 我們待會看得到嗎 搞不好路上如果有門牌可以看一下 好 有趣 好特別 現在進東二十三了吧 剛剛是東四十終點 現在進東二十三的支線 對 哇好棒喔 東二十三的支線 對 來到位於銅礦月嶺道之高點附近 它入小徑才能抵達的土地宮廟 這裡曾經是以前居住在銅礦聚落村民的信仰中心 原本沒抱太多的期待 只是想繞進來看一下 但就在此時遇到回來拜拜的阿嬤及他的兒子 和阿嬤一聊 才知道她先生是以前這裡學校的老師 學校就在土地廟旁 而她和先生就住在旁邊的宿舍 阿嬤是來自新竹湖口的客家人 聚落沒落後 已經移居台東市 但都會定期回來 土地宮廟拜拜 經由他們的指點 才知道學校及宿舍都已經回歸山林 雖然當年盛況已經不復健 我們東二三起完了 現在就是太原 太原荷古里面最大的居落 我們來到太原 然後這邊吃個主餐 已經餓了喔 太原是這個太原盆地裡面最大的居落 裡面其實還蠻熱的 然後這裡太原盆地好像很好玩 它是那個海岸山脈看起來就是一條山脈 它其實中間有一個盆地 裡面有很多人住在這邊 很多人來這邊開墾 像我們剛剛去那個銅礦啊 遇到那個阿嬤聊了一下 那我們待會就騎出去到海岸 然後沿著海岸往北走 OK 好 走啊 往海岸這邊出發了 在上面 嗨 後面是民宿 這裡已經到了花蓮封冰了 我們爬了一早上的山 然後曬了一下午的太陽 不過還好有風啦 在海邊有風 我們沿著台11縣來到封冰了 那今天也有一些累了 我們就在這邊住下來 明天會去沿台11往北 然後到花蓮 然後完成海岸山脈一圈 OK 好休息了 走啦 好 這裡是民宿房間的陽台 對面呢 就是太平洋 對 這邊 早上可以看到日出 其實很棒 不過今天因為有雲 所以沒有日出 但是雲的變化其實還蠻漂亮的 然後它底下呢 就是那個海灘 走下去就到了 所以早上我們去逛了一圈 很棒喔 那後面上面那邊是那個 北維根線坐標 然後再過去一點 就是那個秀菇蘭溪喔 秀菇蘭溪的出海口 也就是我們今天 今天要走的路線就是 進到海岸山脈的北段 我們一樣沿著台11縣往上走 然後到花蓮 OK 那待會兒下去吃個早餐 就準備出發吧 好 OK 走啦 開動喔 好 開動吧 早 好 準備出發囉 好 好 好 這邊是青蛇部落喔 嗯 青蛇這邊是那個 哥馬南竹 整個海岸山脈喔 很多阿美族 他也有哥馬南竹 哥馬南竹 新蛇這邊最多 然後 新蛇這裡啊 他有一個 他這邊有種那個稻子啊 那個梯田 就在海邊 非常的漂亮 不過他一年好像只有一收 所以現在去就沒有 那如果說你是在 第一季就是 大概在六月吧 六月左右 六七月的時候 五六七月的時候 那邊就會非常非常漂亮 就會非常漂亮 對 這本來應該都是梯田 對 這邊 對 因為是一年一收的關係 對 現在收根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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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從封賓出發 然後經過這個北海縣坐標 還有秋孤蘭西珠海口 然後經過新設梯田 然後經過水田部落 經過岩寮 然後遠遠看一下 海岸山脈從那邊下去 就即將結束了 遠遠你看那個城鎮 那就是花蓮市 然後遠遠的山 那就是中央山脈 我們從花蓮市出發 繞海岸山脈一圈 又要回到花蓮市了 也就代表我們的行程即將結束 希望這次的分享大家會喜歡 OK 那就這樣子囉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進來 ,我們的祈禮